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相信哥哥吗 哥哥不会骗你 哥哥不会做坏事 哥哥做的一切不是为自己 都是为我们 你信吗 你怎么了 我养不下去了 还不明白 我一直都在骗你 因为只有你 才能让吴俊兰 让沈罗 让所有人都相信 相信我是一个好人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要不是因为你那个父亲 我根本就不会理你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 我只爱沈罗 我只爱沈罗 你还对了 你有一个优点 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特别好批 我这个人都会为你 你还想特别好批准 我本来是一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个人 就是你 I love you 你冷吗 冷 好点了吧 还是冷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胡军拉 你真好 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全世界 所以先才遇到你 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才会栽在了你的手里 那就乖乖认命吧 让本姑娘好好地疼心疼心 你怎么这么配合 这样子我哪好意思下手 都什么时候了 你害我 好安静啊 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和你 看着时间的斗准星移 潮起潮落 好像都只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都希望这一刻 能永远地停住 我说我 我说你 我看你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会帮助你 我先帮助你 你真的不想帮助你 你不想帮助你 我感谢你 你不想帮助你 快点 快点 看 他们在那儿 你回去找人 我在这儿看着 快去吧 我知道了 我和他的编写 我会学习 你来一个人 我和你的孩子 你都不知道 我做个人 好 你做个人 我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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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你 周小姐 我们谈谈好吗 小龙 有人 有人 快走 赶快走 快走 我哪儿跑 你先走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我劝你还是乖乖投降 省得让我们难做 所有人听好了 我们今天要将吴居兰 这个怪物就地正法 绝对不能让他 在伤害任何事 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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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不说 杀死了 起见猪一样的 不是吴居兰 你们不会了 你跟这家伙是一伙的 你当然替他说话了 对啊 对啊 他一伙的 你们是想杀猪一样的话 他活不到今天 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 魔府衣 对啊 就是你 想知道薛总时间很简单 只要猪一样醒过来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这是他们俩在拖延时间 这叫拖延时间 吴居兰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杀猪一样证据确凿 杀了他 杀 杀 住手 住手 你们不是想知道真凶是谁吗 是呀 我知道 谁呀 伤害猪一样的不是别人 就是他 周不文 怎么会是大头呢 你有没有搞错呀 有没有搞错 问问他就知道了 是周不文指示我 习近书一样的 他还特意交代我 让我在他身上弄出猛兽的爪痕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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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明就是诬陷 你说 是不是这两个人 给了你钱指使你 来诬陷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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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想 跟 骏长 这很明显 他们就是想拖延时间诬陷我 我跟周一样是好兄弟 我没有理由杀他 你不认识 对啊 你不认识 我以为这个说 也有道理 你是为了掩盖你的罪症 你袭击朱一样 是因为他的手机里面 有沈罗妍妍临死前的视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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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请你好好照顾他的 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是 是 我没事爷爷 我就是见死不救 周不文 你个混账 我真的都不会原谅你 周不文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要说什么 周不文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你个小娘生没结交的混蛋 我只要把你打残 省得你出来呼害人 小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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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放开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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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不文 你要对付的这个是我 你不提醒我倒是忘了 要对付我是吧 好啊 周不文 想要救他 就把你的心给你挖出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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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我得不到的东西 谁也别想我倒 谁也别想 你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把他推下去 你要是想救我 就把你的心给我掏出来 你敢吗 不进来 你别听他了 你别管我 我看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 不用我动手 我坚持不下去了吧 他瞎不去手啊 那对不起 你 住手 我去 你住手 我不要你救 他敢走不回来 你住手 你住手 降它 你住手 小罗 对不起 挖出来 快啊 挖出来 抓紧 别害怕 我不会放手的 你小心我 我信 我们进来你快放手 你别再管我了 找我自己 你 我看你 姐姐 走 是魔鬼 你这样对我 这样对我 你就是个魔鬼 我要找你了 是魔鬼 是魔鬼 我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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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靠着 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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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青梅竹马的 我们应该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会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 为什么 周不闻 感觉不是你喜欢我 我就必须喜欢你的 可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说我是变态 说我是坏人都好 我这些都是为了你 我都是为了你 你就一点心动都没有 你告诉我 你应该有点心动的 你一点心动都没有吧 你做的一切 根本就不是为了我 你为了一天 私利杀害了那么多人 你不要把你的恶心 架在我们的身上 好吗 我会觉得恶心的 如果时光可以道理 我真的希望从来 都没有认识过你 如果时光可以道理 我还不认识你 走 小罗 走 你听我说 小罗 你跟五舅他 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他的灵珠就在你身上 就在你身上 你们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我是为你好 我是为你好 我是为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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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罗 亲一个死的穴 尽arez Riggs的事你都知道 之前靠药物维持 现在他又受了伤 情况非常不好 亮亮 周布文说 吴俊兰的灵珠在我身上 是真的吗 一百五十年前 吴俊兰有一个挚友 叫杜晓菱 吴俊兰对她非常信任 视她为知己 但是杜晓菱 却利用这份信任 窃取了吴俊兰身上 最宝贵的东西 灵珠 在那之后 她为了摆脱追捕 来到这座小岛 改名为沈灵 就是你的祖先 杜晓菱是我的祖先 嗯 你会想到你们家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什么 不就会有什么 你会想到我 我会想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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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局长 你再晚了一点 我就被淹死了 谁知道你会假写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以后不许再做杀事了 是的 如果不能找回灵州 他只有一个 郭局长 吴俊兰 什么是一个约 他说 我还有一个约 叫我到海里去了 吴俊兰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我们把他每一天 都当作最前来过 好吗 原来 不是你的生命有限 是你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生命给我 我有那么好吗 让你连命都不要了 你怎么能这么傻 别说你也曾不勇敢 别说一出停了单 就算有火灯灯 美得不留遗憾 别说你也会有负担 别说未来从满地散 也许相遇就相遇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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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拥有我最遇的回忆 你哭了 你哭了 还不是因为担心你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我知道 你会好的 快躺下 听见没有 你这样出了是谁负责呀 你刚刚姐回来一条命 就开始瞎折腾了是吧 你现在不能乱动 真是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病人 你醒了 周小姐 这个吧 这个音乐盒 是我自作主张给周小姐的 因为上面刻了人家的名字 那你们聊 我先去忙了 你是在找这个吗 还给你 可是这个是送给你的 我才不要呢 我听莉莉说 你当时被奏得跟个猪头三一样的 你还抱着那个音乐盒不放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因为你喜欢哪 可是那也由不得你来的重要啊 没 没关系 我批操入后 耐作 行吧 看在你被做得那么惨的份上 这个我就勉为其拿地收下了 但是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听到没有啊 那个 我哥 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藏在音乐盒里的视频 也已经公之于众了 你就安心养病吧 不远 你哥哥这事 你可千万别心里难受啊 不会的 你放心好了 我哥那个人 他一点都不值得我伤心 我似乎 我似乎 明下所有的财产 都由沈罗记住 沈罗这个人 于是总喜欢刺激康 这是我最不放心的一天 沈罗记住 我估计 我估计 如果日后 神龙遇到什么困难 我希望你 可以尽力地帮助他 瑞克斯 现在拿回灵珠还不晚 不要再提及见识境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找你半天了 我听说 周不文在监狱里疯了 应该是要我反噬的作用 安佐留下的药剂 普通人没有办法承受的 虽然我早就跟他一刀两断了 但是听到他的消息 我心里还是特别难过 二十六年的朋友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你说 如果我早一点发现 他走了歪路 早点劝他 是不是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你做不了什么的 每个人的心魔 只能靠自己打败 我考虑她 再试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醒了 我熬了粥 好吃吗 难吃 那就别吃了 虽然难吃 但是我喜欢 真的呀 那你就多吃一点啊 好 等会儿 你陪我出去走再好好了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好 我赢了 你想要什么 你以前带我来这里看过萤火虫 我想再看一次 我想再看一次 好 你去吧 好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等等 我要求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你先闭上眼睛 快点闭上 我去了 我这辈子 好像总是在走路里 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见了你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你这是要干吗 愿赌服输物俱兰 我现在要你亲我 唯独这件事情不可以 我就是要你亲我 我已经活了那么久 我一点也不亏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吴俊兰 我把令珠还给你好不好 我爱你 为你付出声音 我也心甘情愿 你对爱的力气 未免太自以为是了 就算你为了我 可以牺牲一切 你也得问问对方愿不愿意 放弃灵珠 不单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这一千多年来 经历了太多的生老病死 爱别离 久不得 在遇到你之前 我以为我会带着遗憾离开 可是上天让我遇到了你 你是那么的美好 那么的令我着迷 你让我感受到了生命 是多么的美妙 就算为你付出一切 我也觉得值得 发生什么 沈罗 请你代替我 好好地活下去 神龙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起活下去 我觉得 我把生命分给你一半好不好 我们一起活下去 我们结婚吧 有你做我的妻子 我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太高了 我拿着我的妻子 但是我拿着你 你拿着大环城 我拿着你 我拿着你 你拿着你 我拿着你 不ятель 奶奶 你怎么还不休息 几百年来 表面上 我们白巫师一族 是为了报恩 而对娇人敬重 可事实上 正因为依附娇人 我们家族才得以壮大 现在 吴菊兰 只意为了沈罗尔牺牲自己 一旦失去 娇人王的庇佑 我们家族的荣耀 恐怕也不会 持续多长时间了 奶奶 事情没你想得这么悲观 就算 就算像您说的那样 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平安 健康 容不容耀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不容耀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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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啊 我们再等等 也许他们在来的路上 姜医生 来了 姜医生 怎么回事 只有你们三个人啊 我已经通知大家了 可是 没关系 我们开始吧 小五 姜医生 来了 你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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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是赶上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大家为了给你准备贺礼 所以来晚了点 不好意思啊 吴俊兰 我们冤枉了你 你不但救了我 还邀请大家来参加婚礼 我们都很谢谢你啊 是啊 是啊 大家都来了 谢谢啊 亮亮 你别哭丧着脸嘛 打起精神来 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 真不知道你是太坚强 还是神经太大条 我已经想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会开开心心地陪吴俊兰 温暖度过最后的日子 就算我们没有结果 但至少 还可以开心地度过 剩下的每一天 好看吗 好美 小姐 四周 四周 三周 准备 四周 三周 四周 五周 三周 九周 五周 六周 今天晚上 我要住这儿 你休想 我在这里不认识别的女人 我跟你也不熟啊 至少给别人熟 我去来 你快跑 你出去以后 赶紧叫人来救我 我知道我没办法给你成功 不应该再管你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小龙 等我走了之后 不管你爱上谁 我都无话可说 但这一月 我希望能够在一起 吴俊兰 你是否愿意娶沈罗为妻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 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 都爱他 都爱他 救你他 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 我愿意 我愿意 天新郎新娘 就换戒指 海的梦中 你依着一道彩虹 星辰汹涌 长发扬发扬起南风 一路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 MILL drum 爱从不占有 爱从不保留 今生可你相遇 我已经足够 我愿意等候 无条件成熟 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 长长享受 怎么样 是不是很羡慕 你要羡慕的话 求问 我早上向你求 我才不愁呢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先成的不起 我愿意等候 无条件成熟 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 长长享受 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 你第一次上岸是什么时候 开元八年 那你认识王维吗 那你也认识李白 喝过几次酒 憋过几次见 那杜甫呢 你认识杜甫吗 我因为容颜不老 不能总在一个地方停留 必须四处流浪 上月二年的时候 在手中幻花稀盼 见过姿妹 怎么了 我要是能早出生一千多年 就好了 这样就能早点认识你了 先不说这些了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我是不是说什么你都答应 这样我能做的 你一定能做到的 你可不可以变成 叫人给我看 不许来 快下来 你吃alles 我喜欢你 你吃最后 你吃最后 是不够的 我老婆 你帮你闭嘴 你吃帮你 我把你坐 一片 你吃 你吃 害怕吗 你整条鱼都是我的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独自奢望 朝备的星辰 已知到遇见你 在最美年了 你散你散 不凭飞月变幻 莫测长晚 瞬间一永恒 此刻一起见证 所有爱 终有了回想 我独自奢望 朝备的星辰 已知到遇见你 在最美年了 一踪一蹭 不凭飞月变幻 不凭飞月变幻 瞬间一永恒 此刻一起见证 所有爱 终有了回想 原来 孙辉 也就是我一直 在等待的人 快抢 顾 为什么一见我就跑 谁跑了 对了 你不是最宝贝这块玉佩吗 怎么舍得送我了 这家物归猿猪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整条鱼都是你的 我身上的东西当然也是你的 这可是唐大的古董 肯定很值钱吧 一直看着我干嘛 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